当地时间21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 李强表示 今年以来 两国元首两度会晤 为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 剥划新的蓝图 注入强劲动力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保持双边关系良好发展势头 不断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多边协调 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合作 坚定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普京请李强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 普京表示 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互惠互利合作 扩大人文交往 密切在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 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只能复得更大发展 穿下来看